在洛杜町襲襲的情況下 車輪錄錄機 劇烈上下搖晃 路面破裂如紙片般瞬間抬起 30分鐘之後海嘯來襲 幾乎淹到輪胎高 可惡 這些都是1月1號 日本石川地震之後 居民拍下的海嘯襲擊畫面 洪水迅速捲進社區內 拍攝的車上民眾 趕緊催油門逃命去 洪水如猛獸窮追不捨 只差1到2公尺就要追上 越來越多當時的紀錄曝光 專家分析比對航拍圖 加上水退去之後的痕跡研判 石川縣有些沿海地區的海嘯高度 曾經達到5公尺高 幾乎淹到屋頂高 1階の屋根部分が損傷し 階層が垂れ下がっている様子が確認できます 震後超過1周 現在石川仍有22區道路中斷 約3100人孤立 更令人擔憂的是還爆發群聚感染 避難所では感染者を隔離するなどの 対策を取っていますが 医療の支援も追いついておらず 限界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加上連日低温 輪到避難所超過10人 出現腹瀉 發燒症狀 NGO團體趕緊派醫師四處匯診 一度一度 喉嚨が痛 痛い時 飲んでくださいね 只是現在道路的搶通進度不理想 疑似擔心災民的收容時間拉長 疾病擴散風險會更大 T恤沈送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火星人により搶通進度不理想 規模疑により搶通進度不理想 消費が出現